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奇迷们大家非常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 而且它也是下了好几盘 对 很有心得 那我们就来看看古力九段跟Master的最后一站 二连星 对 其实谷歌之前好像还下过一盘双挂在三连星的 对 这也是谷歌很有研究的一个棋 但这盘棋呢 我们当时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谷歌的招法也挺像Master 对 挂了一间冲 对 挂了一间冲 这不是很 对 正常来讲白子是这两个 对 比较多 但Master就 又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反正说这期还能这么下 对 但这个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没有 就不像 比如说我觉得对大家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下巴好像马上在之后的职业比赛中就出现的特别多 对 但是像这样的一些找法大家还都在观望或者说来思考 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么下 对 因为只是跟他下几手是没有用的 你得知道他以后是怎么下的 他怎么想的 嗯 但看起来好像高手们现在对这个的好像都颇有心得 因为这刮起了一个心血 其实是原来是觉得那个实地是受损的 就觉得脚上有东西 对 但是如果是形成大模样的话 这个棋它效率是很高的 其实Master其实就是它子孝 每部子孝都是要最大化 嗯 好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局部都还比较必然一些 还是超 嗯 黑的是这个挂 对 就是从招法上看 我们谷歌这盘棋真的很Master 嗯 然后再讲 嗯 感觉上看起来觉得效率也不错 就速度也挺快 对 反正是那个很新有 嗯 反正是 有点蒙 其实你一开始也没见过这格局 反正都是新的 嗯 大家谁也没有下过对吧 嗯 那么就凭真办事了 对 那你们作为一直在观战的时候 就当时整个这盘棋的走势 就看起来的感受是什么呢 感受就是挺好看的 就是好看 嗯 其实就是 嗯 因为 就不想老看到就是一些重复的 布局啊 定型啊什么 嗯 就是多下一下这种 给我们就是思考什么 都会有很多的帮助 对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非常好 之前有一度 我觉得都可能一线高手都有一点点的 怎么说 就有点麻木 或者说过于热衷于一些个别的布局 嗯 就是甚至会出现某一天的维甲联赛 可能十盘棋里面有八盘棋的布局很像 很相似 对 贴的贴 嗯 也许确实这样一次事件之后 可能也会带给 像这个挂脚 原来 嗯 那个就是只见过白的尖揣这种 我觉得这起白的还能这么下呀 原来还能飞了往回贴 这个 因为现在其实和正常还是不太一样 正常黑的肯定会掰 然后白断黑的长 如果是这边 就是空旷一点的话 黑的长 都是白的 那么现在由于是白的这边子比较多 这一长转黑的好像马上就要死了 嗯 所以说黑的现在不能选择战斗 嗯 那么白断能够飞出来的话 这个下法自然就 对 这飞出来感觉还是非常开心的白的 嗯 在这局部 有它的道理 嗯 然后夹 嗯 挂甲 嗯 黑的跳 这感觉黑的下的也非常大局 因为当时 如果是黑的走这 我觉得这样 白的这一跳拐 这马上就是黑的自己的毛病就体现出来了 嗯 而且那两个子黑的是不太好攻击的 而且白的一会跳一跳什么的 或者就算 那先自己补一个 这样只要黑的攻击不到白的 白的实控一开始还是抢的蛮多的 嗯 所以黑的既然觉得实控可能不够 那么就要在中央控制局面 对 那么白的双飞眼 黑的剑 白的踮脚 黑的把这个冲断 嗯 感觉这样的话这个效率还是很高的 对 反正黑的现在齐形看着也很好 就是双方白的是拿实控的 取得很多实控 那么黑的取势也是很漂亮 感觉这个齐 对 所以这最后一站还是非常精彩的 对 没有出现就可能对个别的 就是小局一点 好像一下子齐就非常被动了 至少到现在好像黑齐的先当效率肯定是在的 至少就是说 嗯 可能在MAS的判断是谁好我们不知道 在我们眼里就是 这谁好 一时难以判断清 对 就得以看后面就是 嗯 我们老说齐还早要看后面 对 那现在看的话 其实确实如果可能不告诉大家黑白 就这样的一个这么宏大的构思 然后包括整个的气势 我觉得大家觉得黑齐像MASTER也 对 说得过去嘛 然后白齐取个D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谷歌还是发挥的非常的好 嗯 包括下一首了 挂完之后黑齐的也很有特色 对 这个坚冲 应该也是当前局面必然的一首 就是贯彻意图 对 因为黑的这个是要要围上的 比如说这个中将现在是我 如果黑的还去手脚 那么这肯定那就 就不会去前面选择这样 嗯 大家看 因为白齐现在不仅仅是已经占了三个脚 是这三个脚都是比较巫术 巨大的 对 非常大的脚 可以看这脚是十十二十四十 这脚是二十目是稳稳的 对 然后这个脚是十二目其左右也是大概稳稳的 嗯 然后这边也是很大 就它不像普通的比如你点个脚就十目左右的 对 就是 这三个脚是每 这是二十目 可能这个是十目出头 那是接近二十目 就是感觉是一个白全盘可能已经是五十目 可能还朝上的一个这样的格局 嗯 所以这样的局面下黑齐当然是要贯彻意图 就不能再普通的下 所以接下来的招法也是看得很精彩 嗯 就是黑齐一心精英中复 对 黑的这部档我是存在一点疑问的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样白齐是会粘还是一样 白的会粘 嗯 黑的飞 白齐现在很想火 对 但是这个也很想跳 但是如果你是被我搬进去的话 那感觉看着黑的反正是挺壮观的 我有点小距 我可能还得跳 那如果你跳出来我这一立的话 这脚上本身黑这三个子形状是很好的 嗯 就把脚围住 而且白的现在这个应该是块骨骑 然后黑的外面也是还是在控制着外面 对 总之不知道master怎么判断这块棋 但在我们的认知里就是白齐如果这么委屈的 然后被黑齐力到这肯定是不太满意的 因为这个棋型是不好的一个棋型 嗯 对 所以可能黑齐这个时候再把脚上反手走回来是一个挺机敏的下方 对 就两边都要得到 嗯 那实战骨骼是比较直接了 就是很直白的位 对 然后白齐压 黑齐长 嗯 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白齐基本上又要捞一个 对白的又捞了一个脚 而且又是二十目左右的这样的脚 黑齐力了一下 黑的先力 嗯 力了大把 然后白的跳 嗯 可以看刚才说这个二十目 十目出头 那也二十目弱 这三块五十目 然后这个地方又围了十几二十目 白签盘已经七十目了 而且黑的围白的可能还会去围一围 现在黑的这块是十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就黑的如果全围上应该是有八十目 嗯 就是但是不知道这个棋黑的够不够啊 现在对 因为刚刚已经说白齐基础已经快七十 那你这么围的话那势必我这会长紫 对 那我这长个十目我觉得也很正常 尤其如果是白的一旦 然后先手白的可能这飞一飞 如果再拐过 嗯 白这地方又能长出十多目 对 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是 嗯 可能把黑齐还是这个地方 有点下的太 就大家现在很直观的看到这个脚白 就有点太充分 就是黑的一个脚白一挂脚的 嗯 就成这样 黑的主要是现在就一门心思就想不愿命 但是在这个局部我觉得损失惨重 嗯 就也许 在这个局部真的损失惨重 对 所以这样之后其实黑齐又有点难了 嗯 黑齐可能刚刚确实像你说的可能是个机会 不知道那样的话 Master会怎么应对 其实这时候我就 当时我问 然后问谷歌本人 事后就觉得下阵 怎么样 对这局面的判断 那他说 这时候 你就输了 对 确实 所以他肯定自己当时也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吧 然后被真的被走到这样的时候很难了 嗯 那我们可以快进一下 就是后面的 其实虽然 虽然谷歌本人都觉得这首是不太行了 嗯 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白齐还下了一部 挺有意思的亮点吧 算 那我们往后看一下 黑的冲 对 我们先简单的快 因为确实 时间关系嘛 我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快一点的 看一下 主要是后面这个旗形吧 嗯 就是 走这 走这 然后冲了飞 然后 这边 黑齐是走什么 黑齐把这脱了 对吧 对 黑齐 这手机很大 对 这边我们局部就 对 其实 这时候 马斯特判断就是肯定是自己是一个形式非常好 所以说他招法还是可以看出来都是很稳 我问 他先把这定型 我们主要是想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局部 要看亮点是吧 对 秀了一下 当然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确实也知道了黑齐是一个贴不出目的局面 黑的困难 对 对 但在困难的情况下 从这开始白齐还要秀一下 先扒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都是必然嘛 命令型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齐有就注意到了 就这个时候 白齐有一个经典手巾 一顶 嗯 反正不知道大家重没注意到 我是没看到 哈哈 因为在快齐当中嘛 然后又对齐情这么敏锐的感觉 嗯 真是挺不容易的 我当时还是 其实还是身为这盘齐的讲解者 那是 但是我是没有看到这一部 我当时看白这几播想 哦电脑不会那个就是 乱了是吧 他有时候就是会亏一点 他就损了 但是我看损了哈 还是他好一点 嗯 看这部 然后是 啊 嗯 对 因为之前也出现过几次 那个 电脑就是最后会亏亏亏 然后亏到半幕 或者一幕半弦上这样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这个靠确实好起 嗯 然后黑齐就没有办法 黑齐现在主要是你冲 主要是不能冲 对 就炸了 这上面 这一粘是先手 这已经完了 彻底爆炸 这个和这边 然后其他的也没办法 这个拐 随时粘是先手 然后就会摆死了 对 实际上也大从小一 黑齐吃这边的白齐搬住 对 自然也就不够了 对 这样是直接就崴了 然后 对 最后这盘齐就是以白齐最后的一个妙手 告终 那么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啊 你说吧 怎么来说就是黑齐其实在这一代如果能处理的好一点还是下的很好的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一代的失误 因为当时是他是想贯彻意图觉得围上可能觉得还可以但是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对 但是作为最后一盘棋我觉得谷歌还是体现出了他的实力 对 布局什么下的都很很有心意 对 然后能跟master在一个大局然后判断这么好的人的情况下能够整个布局不落下风也是完全展现出了谷歌的实力 那么也让这个我们的最后这一次赛事的最后一个句号画的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比较圆满 但是也是圆满的 他也没有数气 好吧 那基本上这次赛事之后呢作为谷歌官方他也宣称自己在2017年可能会有更多的比赛 那么我们也期待到时候我们的人类高手能有更多的跟alpha gomaster的交流 那么感谢亲民朋友们的收看我们这次的讲解就到这儿了 然后感谢谭教其端的解说我们下次再见